Hello 大家好 朱春奧 隨著越港澳大灣區橫琴深合區發展 越港澳三地居民往來越趨頻繁 存在跨境救護車轉運的需求 為了提升跨境醫療服務質量和效率 越港澳三地相關部門探討 推行救護車跨境直通的方案 有關工作現在有罪推進 今天港澳兩地政府開展一次跨境救護車病人運送的演練 今次的演練主要是測試跨境救護車 由澳門往香港的行車路線 包括無以病人運送流程 以及有關出入境流程安排 當中無以澳門消防局救護車 由山頂醫院出發運送病人經港珠澳大橋 在香港口岸入境後 駛至香港馬嘉烈醫院 之後再由元老回到澳門 警察總局說 今次的演練過程 暢順相關部門會檢視流程 期望今年內推出試行計劃 首階段先推行澳門救護車跨境前往香港安排 總結經驗和根據實際情況評估後 再推行香港救護車到澳門計劃 港號實施了跨境運送病人之後 還有一件事 當你要啟動跨境救護車機制時 首要條件是確保派送醫院和接收醫院 要事先達成協議 即是一個送出去、一個原意收了 以病人的醫療需要安全和利益作為首要考慮 同時會設有防止濫用的機制 其實現在推進港澳救護車互通 將來發展成熟時 也會推進到大灣區 早前保安司長辦公室透露 消防局至今已有五輛救護車 和三輛救火車獲得月澳兩備牌 而港澳計劃先推行救護車往港 現在規劃會有八輛 今年三月的時候 澳門消防局和橫琴深合區 舉行過救護車跨境至橫琴醫院的演練 七月的時候也分別進行了兩次消防局救護車 跨境至珠海市中西醫結合醫院 和珠海市人民醫院的演練 現階段月澳和雙方部門正溝通和優化方案各項細節 其實要搞跨境運送病人 不簡單的 很多事情要跟進 例如你駕車行駛資格 駕駛員資格 器材申報等等 以及除車醫療人員的執業 人家要註冊 因為去到香港或內地 山頂醫院的醫生 都要向港方申請有限度註冊 以及向內地申請短期行醫執業註冊等等 也要等有關部門審批 還有醫療器材要申報 所以有些時間要搞一搞 相信不搞的將來很快就搞得定 好 這一集就看到了 現在的照片支持我 記得訂閱吧